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酒會的朋友 有些其他跟大家到處找食物的時候 今天我就帶大家去吃一個好小食的食物 其實是我的好小食 是吃甚麼呢 跟著我走 其實我很少吃越南食物 所以今天都選一間的越南餐廳去試一下 好了 別說那麼多 客氣山爽 吃少很多 這個很像薄餅的就是脆米紫薄餅 但怎麼吃的呢 真的很脆 一拔 咦 它上面的沙拉醬 用手了 這是甚麼來的 這個好像煙肉那類 鹹鹹的 味道 味道 好菜 沙拉醬 像千島醬那些 也有些菜 這個我覺得做頭盤不錯 就是挺醒悟 再加上這些不知甚麼的肉粒 挺好吃 喝點清新的食物 這個就是金吉檸檬綠茶 味道我覺得挺清新的 不過我覺得檸檬味就淡一點 金吉和綠茶味就強一點 這個就是那個招牌金邊粉 好香的 首先就是喝一口湯 先喝一口 它又不是那種 傳統的魚南湯 有這麼重的牛骨味 但它是有一點酸酸味味 金邊粉很油膩 有點彈性 這個就是很豐富 有很多牛肉在裡面 這個牛肉一定要有 雖然它小小塊 但是它有些脂肪 還有咬下去也有些 炸頭 肉的質感也不錯 牛丸 正常 沒甚麼特別 好吃的 不過正常味道 哇 牛筋 其實我配上去 應該都幾夠新的 很夠軟 這個牛筋 它的軟度 燜得很好 它不會太軟 軟軟軟軟 有少少咬口 但它的味道 就不算是很濃 你看看多少牛 這個是牛辣條 都是軟 好軟 但是跟牛筋一樣 它那個 醬料味 其實它不是很多 好濃 牛筋 牛筋 哇 真的 牛筋就適合了 牛筋 小小粒 這個應該是最尾的部分 牛筋 我覺得這裏吃的牛 最大的優點 就是 它燜的程度 是燜得剛剛好 但也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 它不夠入味 它的醬料味很輕 它有一個好像油炸鬼的物體 但一邊浸透 軟軟軟軟 很醉 很醉 油炸鬼 因為它擺盤很漂亮 所以沒有辦法 浸泡軟軟 否則 應該像打火鍋一樣 浸在熱湯上 馬上吃 就會好吃 因為真的很脆 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 這間店鋪推介的 剛才大家都看到 那個氣勢很厲害 哇 點火 好像很厲害 看起來很棒 因為它燒得很漂亮 而且它的肉 好像剛剛熟 有一點粉紅色 好吃 因為我很喜歡香芽 它很喜歡很重的香芽味 而且 它燒得很香 剛才你看到 哇 金黃 已經很夠味道 不過它有一個辣醬 先蘸辣醬 奶 點得太多 在野味道 香濃在野味道 好像那些 士拉叉辣椒醬 好了 食物就吃完了 其實這間店鋪 在網上是很好吃 我也是 上來試試 它有些食物是蠻好吃的 例如我覺得 豬雞肉燒得很香 米紙薄餅也不錯 但整體上 就不是我預期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 不過不失 又不是太差 但也未覺得是最好的 今集我們到這裏為止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還有記得留意我們Facebook 和IG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好 好 好 by bwd6